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当我们淡宰在淡宰岛进入商城时 你就会听到小猪妖和她妈妈的对话 你们听 你是一个人在外面 也没人照 我想离开浪浪山 那么小猪妖的梦想 是想离开浪浪山 那她离开浪浪山以后 究竟要去哪里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淡宰岛中的小猪妖 她是一头小猪 如果你喜欢她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淡宰岛中的每一颗淡宰 他们都小猪妖一样心存理想 比如说东东阳 她来到淡子岛 她也是有理想的 小伙伴们你们看 她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画画 和画里小黄蛋一起玩耍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子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小猪妖跟她妈妈说 她想离开浪浪山 那她离开浪浪山以后 究竟要去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小猪妖的目的地 其实她要去的这个地方 就是淡宰岛 现在的小猪妖她 已经离开了浪浪山 她已经来到了淡宰岛 小伙伴们你们看 她在淡宰岛 还交了两个好朋友 是兔仙和狐狸公子 他们坐在一起 所以说 小猪妖她离开了浪浪山 她要去的地方 就是悬空的淡宰岛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